在山友去嘉明湖四天三夜的圓猛之旅中 山友去的总干事建宏很热情地提到 当初开始协助市长者登山的过程 并成长为专业的团体 好在开始我们先试着带一般的郊山 然后带远一点的甚至于中级山 那后来我们再带着试着带他们说 你们真的突然他们就心里想爬高山 那我们说那想爬高山 那我们不是只有适应高度而已 而是适应高山上在那个高度上怎么行走 所以那时候也其实只有我跟王老师 我们一起就带着这群志工 他们自己找来的志工 然后我们一起尝试着怎么在爬高山的过程引导他们 然后我们过过路线然后引导 那次也圆满成功下来 在一个庆功宴上 他们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机会去爬玉山 我那时候其实像和安山是不用申请的 可是如果要爬玉山那些是要申请的 那申请又会碰到障碍 碰到障碍就是说因为我们这相对 为了安全人数会比较多 开始就学习跟这些浴管处啊 然后血管处啊 钛管处这些联络 那联络过程我们就会知道说 这个玉山是长这样的联系 然后谁是长这样的联系 所以我们这个过程我们也学习到蛮多 那慢慢的因为之前带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自己在带 他们也就觉得这样好像好像我们自己的伙伴都蛮认同 那慢慢的我们还是让他们进来到我们的团体 但是原则上因为我们不是专业在做这 我们很专业 但是我们没有专业在把焦点放在市场团体 所以这之间有人可能因为体力的负荷 可能因为路线的关系 他可能没办法在这里面 慢慢他自然的淘汰以后 我目前也不比较 就是说不再增加新的市场朋友 因为会增加所有的志工跟团体的压力 因为如果像这种高三百月的行程 你带五个市场朋友 他相对团就会膨胀成 以安全为原则就会膨胀成20个 甚至24 25个 那这整个申请带队 然后领队压力都会大 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个专业 但是我希望他是个欢乐的三队 阿伯台东报导 阿伯在三叉山 谢谢他有事啊 感谢啦 谢谢啦 谢谢啦